德里克罗斯呢 你说他那2011年是真正巅峰吗 要不怎么说外界总有一句话呢 说罗斯啊 他只有职业生涯当中 打的最好的一个赛季 但没有真正的巅峰赛季 身体这块还没有率队 但是经验阅历 已经达到一种极致的顶点 两者结合最强姿态 应该是26到32之间 但德里克罗斯呢 没能迎来那种这个最好年华 就佳人而至了 所以罗斯年纪轻轻 仅仅进入联盟第三年 就如此壮举 可见罗斯啊 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 未来呢 甚至有朝一日 有可能领军公牛啊 公牛本身大市场 他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果德里克罗斯不上 我相信他有这样一种包容心态 愿意引进扛罗斯安东尼 安东尼来了也是给罗斯当小弟 为什么后来罗斯他拒绝安东尼呢 他爽了 他感觉自己底筹了 安东尼来就战雀逃怎么办 他是考虑到这点 不欢迎安东尼 安东尼当时其实有兴趣 到其他球队 如果这个罗斯保持健康的话 再配合上卡梅安东尼 罗斯本身不是一个支持的球员 跟安东尼两人之间携手的话 他如果保持健康 我相信啊 有可能赶紧准备赛了